今天是2024年7月22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讲关于远对抗的话题 当中我们就会引用到近日书展有书下架的风波 和昨日7月21日仍然有人去到元朗站快闪举标语 和五一手势的两件事 作为例子看看香港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 入正题之前先讲一讲美国大选的最新消息 不退不退还需退 美国时间7月21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权力和压力之下 终于听到他的上帝呼唤 宣布退出总统选举不再各族连任 他说作为美国总统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誉 但他相信退选和在余下任期内专注总统的职责 才是符合民主党和国家的最佳利益 他将会在今星期稍后发表全国广话 详细地说回自己的决定 拜登也说支持副总统贺锦丽代表民主党出选总统 拜登的对手前总统特朗普立即撲出来抽税 不单指拜登是美国史上最差的总统 又说相对拜登 贺锦丽更加容易被击败 当然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 民主党是否会直接推贺锦丽出战 有消息说 众议院前议长贝洛西反对自动顶上 认为应该透过公开的程序选出提名人 虽然顶替人选未落实 但拜登一说退选 支持民主党的捐款就急升 支持民主党线上募捐的组织 就说收到单日捐款近五千万美元 即大概三亿九千万港币 而另一个值得留意的就是 拜登和何锦丽一起筹得 现在还有九千六百万美元 即大概七亿四千万港元 如果由何锦丽顶替拜登 他就可以继续用这一够的旧钱去选 但如果是由其他人去选 那就可能会出现需要将钱 还回给捐款者的情况 但当然捐款者仍然可以向新的候选人捐钱 美式民主会不会计上帝和暗杀之后 再出现更加荒唐和丑陋的情况 我们会密切跟进 一有最新的花生 一定会和大家好好品尝 记得留意我们节目 我们进入正题 先讲一讲现在发生的书展 7月20日出版社《蓝蓝的天》 接获主办方贸易发展局的口头通知 就劝他们下架五本书 当中包括曾涉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而被捕的资深传媒人欧嘉伦 以及因为占中被判囚的前立法会议员 计则是可以在书店卖的书 又说没有人跟他说过准则 又说如果只是有一个人 去投诉就要将书下架 他们就很难再做下去了 至于贸法局的回复是 作为主办单位有提醒参展商 必须遵守展览会规则 以及香港国安法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的法律 如果收到投诉 就会按机制去处理 有需要亦都会要求展商 收回有关的书籍或者是展品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分析过 政府现在治港是嫌还是松的问题 今次这件事明显见到严谨的一面 当中更加可以深入去看 远对抗这个议题 在贸法局的要求之下 《蓝蓝的天》就决定继续出售 其中的一本书 就是欧嘉伦的《乱留》 这本书说是属于旅游的题材 首先作为一个参展商 进手主办方的要求 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如果自己觉得不合理 但可以退出不玩 学总编辞说 既然本书还有印 外面还有卖的 何必要搞成派对呢 又要参展 但又要说不满意 还说什么忧虑无能为力 这么委屈呢 尤其是界限书店 还特意在展场上贴出很多的名字 展示下架的书籍书单 还要贴定多几张的名字 暗示可能陆续有离 由于面帽子在柱上 有媒体还形容是禁书之柱 这个情况必然宣洩不满 但当中有没有对抗的意识呢 在贸法局的劝语之下 仍然有人选择要打破规则去卖 代表着的又是非常明显 至于为什么说 旅游的题材都要封杀呢 正正就是有人对抗之心不死 我们就退一步去说 假设欧加伦写这本书没有政治的意图 也不是很说他的个人身份 甚至是近日有人质疑他 为什么涉案仍然可以出任中大宿舍的社监呢 但是社会上那一批逢中必反的人 又是怎样看乱留这两个字呢 到你现在出新书 讲新闻伦理和守则 说要将新闻理想视作为止作观赏之用 你的读者很自然就会将你的著作合并来看 去解读也都不少人愿意推波助澜 最后又是衍生出黄色思维 尤其是将任何事上升 去到反内地反港府的层面 来到今日仍然是整天都发生的 就好像近来的廖妈记富与风波 本来只是食安的问题 但就被人拿来和农夫山泉的事件做比较 借本地制造来掀起批评内地港府的论调 只不过是因为赋予来源的争议 才令到这班人无地自容 更加明显的就是昨天7月21号 女长毛雷玉莲特意去到元朗站 也有十几个人快闪高举五一手势 和自由的标语 2019年元朗站的暴动 都有不少白衣人也已经是判囚 一个法律治安的问题 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呢 之后又会是怎样呢 是否8月31号又要延续太子站死人的谎话 又要演绎自由的议题呢 所以当一班黄色名人觉得自己被打压的时候 先要知道社会上支持者 仍然是死抱着一种对着干的想法 两者之间的互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很容易偏向了去敌视政府的心态 所以当远对抗的意识形态 仍然在每一个层面都在浮现的时候 这个就是政府这一刻不愿意放松的原因了 好了 今集的今日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